剛剛我們用訂閱別人的 這是我們建立自己的 那建立自己的或者是訂閱的 會在課程這邊 你看一下 點一下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很多 我的課程 有52個嘛 那 不見得說一定是您跟 自己的領域相關啊 我有興趣的我也放在裡面 這樣也可以引用啊 對不對 那我的群組就更多 因為我上課 現在155個 那老師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凡事起頭難嘛 我的很多了 所以我自己的感覺是 我要上課 我的素材就很多 你們現在進來都是空空的 所以剛開始會比較辛苦一點 你看這邊 你們現在是不是都這樣子 看起來 空無一物嘛 那你有加入過的群組有沒有就在這裡了 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來這邊你看 你如果有訂閱的也會出現在這裡 就自己建立的或訂閱的 那我現在就來這邊建立一個 建立 你可以給自己的課程名稱 一個名稱 好 好我就按建立 OK 那建立好了 群苗就進來了 那我剛剛有跟老師提過 在玩偶裡面建立課程 比較像是您在用 我的最愛那種概念 有課程 有課程名稱之後 至少要一個主題 我問一下老師喔 您在加入那些我的最愛啊 做所謂的書籤管理的時候 會不會用資料夾 有對不對 比如說這是哪一個學科的 或是哪一個有興趣的 你會稍微建資料夾分類嗎 主題就是類似這個概念 比如說我有一個國文科的 好 一個 然後再增加 兩個 下面那個數字就是排序 如果萬一錯了 有沒有可以上架調整 好你可以自行增加一下 好 至少要一個喔 就是有課程名稱以外 至少要這個 那有了這些科目之後 您來看 旁邊這個有個加號 按一下 有沒有新增單元 按一下 就是您的教材 您看這裡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 我們剛剛有做測驗的 那個有沒有練習題 一般的就是要讓同學自己 回答問題要問答題吧 有沒有投票題 塗鴉題 還有影片題 你知道為什麼影片題排在第一個嗎 因為one note上的教材 最多的就是影片題 最多就是影片題 第二個是誰 網頁的 這個網頁包含什麼 一般我們網頁上的 資料以外 還有雲端硬碟上的 也是屬於網頁 所以這兩個是one note裡面最大宗的 因為教材主要都是這兩宗 剩下的是不是比較像是屬於測驗的 對不對 那我們先從影片的部分 來跟老師說明一下 好不好 來您看這邊 我看一下白板有沒有 老師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我們來這裡 我就直接進入到影片好了 這個不好的 這個不好的就不要 空拍來看一下 問一下老師 請問如果 您 要把這段影片 收藏到您的 白寶箱裡面的時候 教學白寶箱裡面 你會怎麼做 網址複製一下 對不對 標題要不要複製一下 不用 通常也要嘛對不對 然後下面有的時候是不是有說明 所以是要做三次 如果老師比較感動的 就順便把影片下載下來對不對 以防萬一 但是真的不用那麼麻煩 在one note裡面很簡單 我現在講的簡單是用標準方法 有更快的 有更快的 我把網址複製就好了 我回到one note這邊 這裡 現在是影片題 對不對 上面什麼名稱先不用管它 直接存 網址 你來這邊把它貼上 有沒有發現 不小心標題就刷出來了 如果你有說明的 這裡也會自動加進來 有沒有看到 這樣有沒有快一點 而且我們影片還會遇到一個情形 如果假設你看這是五分鐘的影片對不對 可是我要讓同學看了可能是已經 從這裡開始看了 怎麼辦 告訴他 我要從一分六秒 在這裡 一分六秒 進來的時候就從一分六秒 你不用跟同學講說 請同學自己捲動到一分六秒 每個人的進度不一樣 你說我們就是要看這裡就好了 不是他不能往前或往後 是因為他進來的時候就在這邊 從這裡開始到這邊就自己停 如果他繼續看下去就自己按一下play 還是可以看的 這樣了解的 那你應該知道出題目在哪裡了 有沒有看到了 請問一段影片可以出幾題 隨便你啊 但是最好不要做超過三題啦 因為他會說 我只想看影片而已 太多會打擾到他對不對 所以 你看 競爭題目 好 第一題 第一題 什麼問題 然後呢你的影片 題目要出現在第幾分第幾秒 是不是可以自己指定 然後呢你就告訴他你的選項 好 A 還是B 還是C 但是你要告訴人家 哪一個才是正確解答 好 那你可以是單選也可以是複選 如果你是勾一個 那當然就單選 勾兩個就複選 這樣您清楚了 好 所以我說好了 存起來 有沒有這樣就做好了 那麼 那麼往下走 您可以看到 有沒有一個叫做 設定完成指標 剛剛老師在看我們教材 不是跳一個那個完成 說明嗎 單元說明就是在這邊 也就是如果是影片的話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告訴他 你要看超過多少 才會過關 那如果是一般的教材 你就是看 看幾分鐘 這樣子 好看幾分鐘 如果 不需要的 我就先把它儲存起來 你有沒有發現 連縮圖的 我幫你做好 有沒有簡單 所以這個 這個部分是OneNote 的一個特色 跟其他平台比起來 平他平台 大部分在影片處理上 就沒有那麼靈活 好就沒有那麼靈活 那你可以增加 第二個第三個 這樣 影片提 老師是會增加了 好 第二個 你看 我們剛剛講的 網頁 你在這邊就選擇 網頁 好 上面這個你都先不用 沒關係 進來 假設 你想要 我們這一個網址 有沒有 這個網址 我把它複製起來 我就來告訴他 我有這個網址 有沒有不小心抓到了 還是你覺得自己打比較成就感 有沒有這樣子 點一下就進來了 那你往下看 有沒有內容就 預覽就出來了 當然 不可否認 有些網頁是 不希望讓人家開在 別人家裡面的 但是沒有關係 這個時候 OneNote 會出現一個 就是幫你做好超連結 好不好 就是沒有辦法預覽 他就直接一個超連結過去 等一下我會給老師看一下 那因為這是一般網頁有沒有發現他就是看幾分鐘 好就在過關條件就是用看幾分鐘的儲存一下 有沒有這是一個鏈子 比如說哪一個不行你知道嗎 像問一下老師有沒有在看 雅虎的 我好久沒有到雅虎了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雅虎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這個 我們看跟健康有關的 來這裡 像雅虎的他就不允許人家 把他內容放在別人的網頁裡面 你看我在這邊 一樣是新增 我從這裡 新增網頁的單元 儲存 把網址放進來 標題還是有抓到對不對 可是您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剛剛講到的那個問題了 有沒有 他說這個網頁不能被人家砍在裡面喔 可是他有沒有幫你把超連結結做好 所以一樣還是可以連過去 只是 在one note裡面就比較不方便去記錄他的閱讀時間 這樣您了解意思 好 一樣我就把它儲存起來 那這是兩個 是一般網頁的 如果您是雲端硬碟怎麼辦 從這邊 一樣也是網頁喔 那但是雲端硬碟 您需要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要管理雲端服務 因為你需要 把你的帳號跟Google那邊 結合一下 有沒有一個雲端硬碟 Driver跟日利 好那我這個帳號沒有 我用另外一個帳號給您看一下 在這邊 我從這邊進來 我從這邊進來 任務 如果我在這裡 我來增加 網頁 儲存 有沒有看到一個蠻熟悉的圖 是不是Google雲端硬碟的 那麼你按下去 這樣有沒有看到了 你雲端碟的資料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比如說你要找 那個簡報的 好那我就按簡報 就只有簡報出來 或者用關鍵字都可以 這樣有沒有看到 比如說我點到這個 好 是不是就直接進來了 點到他 下面下面 有沒有直接就看到預覽 那當然Office的也是可以喔 比如說我找那個 Word檔 一個叫文件 我現在Word檔比較少喔 比如說這個好了 這個是OBT 我用這個 DOC的 這樣老師馬上就可以 實際看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就不用再下載啦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很多格式是不是都要下載下載才能夠看 可是雲端眼看已經認識很多了 所以 不需要下載就可以看到 這是 玩弄蠻重要的一個優點 這樣你了解 我們剛剛講為什麼 影片 跟網頁 是他的最大宗的吧 這兩個是不是就 包含您所有的教材資料的 下面只是單純做測驗而已 所以 您可以先用這個方式先試看看 好吧 先建一個自己的 建一個自己的 記得喔 至少要有一個主題喔 最早最早都要有一個主題 好 來把畫面還給您